爸 妈 我要和志军结婚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能和志军在一起 我就觉得足够了 安娜 婚姻不是儿戏 你要考虑清楚 爸 我是考虑得很清楚了 我才这么说的 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 你们因为有了上一次 所以这一次 要好好考虑 我考虑清楚了 看你的样子啊 你是无论如何 要跟他结婚了 对 妈 抛开上次之军 因为生病不辞而别的事情 你跟我爸以前 不是挺喜欢他的吗 说他体贴 懂事 还会照顾人 你们就当我们的婚礼 是因故推迟了 好不好 安娜 我和你妈妈 都是为了你好 虽然方式方法 有些不妥吧 但我们的出发点 都是希望你幸福 我明白 我们 尊重你们的选择 谢谢伯父 谢谢伯母 志军 我们不需要谢谢 只要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 信守承诺 好好对安娜 我们做父母的也就知足了 伯母 您放心 我用我的生命承诺 一定会好好珍惜安娜 坐下说吧 那你们俩说说 都有什么打算呀 如果伯母伯父不反对的话 我想 尽快举行婚礼 爸 妈 我们不需要什么仪式 只要简单就好了 婚礼的事情 你们不用操心 我来办 妈 其实婚礼在哪儿办 不重要 我也不想像上次那样 搞那么大动静 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只要家人跟朋友都祝福 这就足够了 看来 你们早就有了主意了嘛 是 但是 安娜是我唯一的女儿 所以婚礼必须要有 而且你们上一次的婚礼 出了那样的事情 所以这次的婚礼 比上一次 还应该热闹 还要大办 我们不是为了显摆 是为了证明 林志军 帮我邀请你的父亲 来参加婚礼吧 我父亲一声明和我 端绝父子关系了 不管他来不来 我们的礼数都要做到 这点你明白吗 明白 那就好 那我试试吧 从伦雄 怎么样 好看吧 简直 就像梁春丁做的一样 我们就这件吧 但是这件太贵了 你喜欢吗 喜欢就好 先生 您觉得这件怎么样 特别的好 你先进去换衣服 好 那就这件吧 好的 没问题 您是刷卡还是现金呢 刷卡 好的 您稍等 阿娜 你这套婚纱真的好美啊 是我哥挑的 还是你挑的呀 秋元 秋元 你看看我这件 怎么样 你的也不错 哥呀 你知道吗 根据这个大数据显示啊 伴郎伴娘结婚的概率 比普通男女高出百分之二十 差百分之二十啊 也差太远了吧 在我们那边啊 如果能接到新娘花球的人 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所以阿娜 等你结婚的时候 一定想尽办法把花球丢给她 没问题 你到时候站哪儿告诉我 我们要准了扔 哥呀 你和赵冰凡结婚的时候 我再给你当伴娘 你看你俩一唱一鹤的 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现在心态呢 就是一切随缘 干杯 秋元 谢谢你帮忙 对不起啊 我哥和安娜要结婚 把你给赶出来了 这倒没事 这不也挺好的吗 你要是没事 欢迎你随时过来 来 跟我一块儿住 对了 你说他俩 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 也不等你哥恢复好点 怎么了 你没发现你哥 今天累得差点晕倒了 还有你的哥哥 他只看到了希望 他以为自己痊愈了 他兴冲冲地跑去找乱纳 还有你竟然就相信了 而忽略了另外一面 等一下 什么叫他以为自己痊愈了 我哥就是好了呀 他的指标确实接近正常了 但是 他这次去找卢安娜 他的精神状况 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你怎么会有事 但是